我猜為什麼你會拿起一手指,因為你是獨立的一個手指去看 一按一手指就有這個感覺,然後按二,其實你是在想二手指 所以我不知道會不會是這樣,你的一手指就拿起了二,然後按三,四,但我想你嘗試用另一個方法 就是你按一手指,你要覺得按二手指的時候,你是加上一手指之前的感覺 然後到三的時候,你再加上四手指,如果這樣看的話,一手指就是獨立的,單獨一個 但到二手指的時候,不是真的只是二手指,其實是兩隻手指的感覺 二,然後三,你明白了,三其實是三隻手指,四是四隻手指,即是加上去 就不要獨立的去看,即是每加一隻手指要令你的感覺是穩陣的 譬如你拿一樣東西,你拿一個插鬚,你都不會是這樣拿,或者是這樣拿 你拿的時候都是五隻手指,是這樣拿緊的,即是我想你試一下 如果你要每一次你拿一隻手指的時候,你要感覺到,或者你要跟自己說 每次拿一隻手指,那個感覺就穩陣 每次拿一隻手指,那個感覺就穩陣 你拿一個水,那個感覺就穩陣 跟我們來 One-Man